嘉义的港瓶国小昨天下午放学时间全出车祸 当时一辆中型货车车速非常快 直接冲上了接送区 当场造成了好几个学生跟家长受伤 其中一个9岁男童双脚受伤变形 男童阿姨的小腿还骨折 连头货车司机三个人都被送医治疗 下午放学时间 嘉义市港瓶国小的校门口人车相当多 家长骑着把孩子接回家 不过这时候画面又上脚 一辆蓝色中型货车突然从最内侧车道 冲往慢车道完全没有减速 开上了人行道 闪避不及的孩童跟家长直接被撞飞 救护车火速抵达 男童叠坐在地上 双腿鲜血直流 大面积挫伤跟变形 而来接他的阿姨 脚上擦挫伤还有开放性骨折 伤势都相当严重 在初步着急诊的外科 部跟骨科医师的处理 就紧急到手术室去做青疮手术 还有骨折的一个内部部地 挡风玻璃碎裂 车头大面积凹陷 可见撞击力道有多猛烈 但为何货车会莫名往校门冲撞 驾驶向警方供称 疑似身体健康出了问题 警方可能还要在医院那边 再去做一些检测 货车撞击围墙之后停下 要是角度偏往校门口的方向 直冲学校大门的话 造成的伤害恐怕会更加严重 幸好男童跟家长送医后 都没有大碍 但孩童聚集的放学时间 突如其来的暴冲 也让在场所有人 下出一身冷汗 华智新闻黄富陈天邦 许静一嘉义报道